大家好我是玫米 我今天来分享的是 新手如何选择投资的ETF 我自己通常都会从政府的政策 还有产业的趋势来观察说 现在市场看好哪一个国家的ETF 甚至是哪一个产业的ETF 藉由这个方式来选择我的投资标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要开始学习投资ETF 除了台湾的0050、0056以外 你也想要看看 有没有其他类型的产业ETF 或国家ETF可以参考的话 就可以参考这集的分享 这是一个关于投资理财与自我成长的频道 如果你希望每周只花10分钟 就能提升竞争力的话 欢迎订阅哦 那我就开始了 首先我这一集主要会分享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我的ETF投资标的通常会怎么选择 第二个重点就是 如果说我看好某一个国家 我会怎么去分析它的投资、它的方式 第三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案例 第一个投资标的怎么选呢 其实如果是属于投资个股的话 我们的确会去研究一家公司的 基本面、财报面 还有它的创办人的品德 这些事情来决定说 到底要不要投资这家股票 然后搭配消息面跟筹码面 来决定进出的时间点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要投资ETF的时候呢 做法就会有一点点不同 我们在投资ETF的时候呢 其实我最主要观察的点呢 就是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政府的政策方向 以及第二个呢 就是产业的趋势与消息 我现在来举例一下 现在其实台湾最主推的政策呢 就是西南向政策 西南向政策呢 其实是以东南亚为重点的中心 那里面包含呢 像是我们熟知的越南 它可能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甚至呢 它的成长率呢 已经高过了中国 那算是开发中国家里面 成长速度较快的国家 原因是因为它跟许多国家签了贸易协定 所以有很多上税务上的优惠 所以你可能会发现 你身边有一些朋友 或者是一些创业家们 已经开始布局越南市场 那有一些台商呢 甚至已经开始投资越南的房地产 那我自己本身呢 也有朋友呢 跑去越南创业 那也有人呢 尝试在跟越南做贸易上的往来 那这个就是西南向政策 所产生的社会现象 也会让许多生意人 如果他对趋势比较敏感的人 他们就会先走一步 然后赶快去投资当地 那第二个呢 如果说你想要看好政府的政策 你想要进军这个国家市场的方法呢 有哪些呢 以我刚刚他举的越南为例呢 越南呢 其实它在东南亚国家 还有比较多的人口红利 加上呢 他在2021年的 人均所得呢 即将超过3000美金 所以呢 许多人呢 就开始看好越南这个市场 一般人来说呢 我如果想要投资越南市场的话呢 最主要有三种方式 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去创业 你可以选择 把你觉得在台湾很不错的产品呢 拿去越南市场做 甚至呢 直接在当地呢 直接开启你的新市场 第二个方式呢 就是做贸易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把台湾的产品呢 出口到越南 或者是我们透过越南的工厂呢 生产产品 然后销售到全世界去 然后还有第三种方法 是一般人 还有小资组 比较容易进行的方式 就是投资越南的股票 但是我相信 有很多人想到 只要投资不同国家的股票 就会开始有点担心 然后不知道怎么下手 但是呢 我们一般人的方式呢 都是去投资海外的共同基金 可是如果我们能够选择 直接投资股票的话 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手续费呢 降到最低 第三个呢 我们来举一些实际案例 因为我们刚才说 假设我观察到政府的政策 是西南向政策 这时候呢 我就看好了越南的市场 所以我可能会想要投资当地 可是呢 除了创业贸易以外 第三个就是投资股票 那我当然可以选择 去越南当地开证券户 然后投资越南当地的股票 可是呢 我其实也可以选择 透过海外共同经济来投资越南 或者是像我们投资越南的ETF 也是一种选择 像是富邦富实 越南ETF基金呢 00885呢 它就属于越南版的ETF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呢 它是越南版的台湾50 台湾50呢 是0050 它是投资台湾市值前50大的公司 富实越南ETF 它投资的是越南当地呢 市值前30大的公司 所以如果你想要参与越南市场呢 除了创业 投资海外共同基金以外 其实投资越南的ETF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我这边来稍微分享一下 为什么比起 共同基金 我更喜欢投资ETF的原因 因为ETF呢 它的投资 可以直接在 证券交易所直接进行买卖 所以只要你有证券户 它其实就跟 买0050的方式一模一样 你可以直接选择 你想投资的ETF 那第二个点呢 就是越南的ETF呢 它是百分之百投资越南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说 里面还有可能其他的公司 那它可以直接参与 这个市场的成长 以及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 我们在买卖ETF的时候 其实它的手续费 是相对比较低的 被动型的ETF呢 它的成本呢 一般来说呢 都会比主动型的基金来说 少了1%左右 也许1%听起来不是很多 但是积少程度 那就是我们的报酬率的减损 所以我自己呢 在选择上 如果说有相似的ETF存在的时候 我可能会优先选择 ETF胜过于主动型基金 最后呢 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小提醒 就是 不管是投资 什么样类型的ETF呢 它都是一个投资 所以呢 不管是产业型 国家型 我们的报酬呢 都会跟这个国家的发展 还有这个产业的发展相关 因此呢 其实不能把它当做一个 很单纯说 买了就丢着不管的方式 如果是我的话 投资产业型 或国家型的ETF 我比较倾向于 把它当做个股来看待 也就是说 我还是会适当的去设定 它的停利停顺点 在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获利了结 因为呢 所有正在成长中的市场呢 它的高报酬 可能也会伴随了高风险 所以呢 建议大家 如果在投资特定的产业 或特定国家的ETF的时候呢 不要急着把所有的钱放进去 除非你很确定这个国家 或这个产业的趋势 是非常稳定的 这种成长型的标的呢 我会建议大家 可以把自己的资产配置上面 一小部分的资金投入 看看就好了 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你的资产配置 变得更加的稳健 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留言跟我说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频道 那么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那是不是要拖越久时间 才能将买股票的金额赚回来呢 嗯对 如果你的目标呢 是要透过股息来赚钱的话 的确 因为大部分可以赚取股息的股票呢 他们其实成长的幅度不会太大 你可以想一下 其实一家公司在成长期的时候 他是不太会配股配息的 他过了成长期之后呢 他才会进到一个稳定的巅峰期 这时候他才会稳定的配股配息 那这样的公司呢 大部分股票的价差上面 就比较没有那么多可以期待的变化 所以呢 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存股 或者是领股息的方式来赚钱 你就要一个心理预期 这类型的股票 它不会大涨大跌 但是它也相对稳健 所以你可以长期持有 随着长期持有的时间越长 最后呢 他所配的股息呢 有时候就可以甚至比过一张股票了 那这就是我们通常在 投资定存股比较常用的方式 请问雷咪如何设定 致敬扣款给小不均钱的标的呢 其实大部分的13捐赠平台 都有这个机制 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申请书 那通常呢 你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的自动扣款 来做这个事情 也可以用你的银行账户设定自动扣款 你直接去联络你想要13捐赠的单位呢 然后你跟他说 你想要做自动扣款的话 他们就会提供给你相关的表达 那你填写 那我自己目前捐赠的几个单位呢 包含了像世界展望会 或者是浪浪驿站呢 或者世界和平基金 还有失智老人经济会呢 这几个呢 他们都有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你们都可以去打听 那还有几个 我捐款比较小的孤儿院呢 他们可能是需要用一些 自动约转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就看你们自己 想要关注的慈善单位是哪些 然后他们都会提供相关的服务 请问雷妮如果交易没有成功 握旋金还拿得回来吗 那一定可以拿得回来 因为握旋金的概念 其实有点像是 买房的一家的定金的概念 所以呢 就是你下了握旋之后 屋主知道你有诚意出价 然后想要买这间房子 然后我们就会出来谈 那如果谈成的话呢 就会直接签约买房 这笔钱呢 就会从握旋金呢 直接转成买房的定金 然后你就会付了一部分 买房的定金了 除非你买房的定金付了之后呢 你又反悔不买了 这时候已经完成了签约程序 然后也付了定金 这时候反悔不买的时候 这个定金才会拿不回来 但是握旋顾名思义呢 其实就是谈判用的钱 所以呢 如果谈判不成呢 房仲呢会全额退款给你 这样子 以上 哎呀 好 rozum